因為剛剛那個爸爸被問的熊手 你剛剛說了什麼 有你把冷汗嗎 沒事因為他平時就是 我們家就最愛爆雷的都是他 所以我們也已經很 這件事情了 因為我爸常常也都是知道 所有的訊息最錯誤的那一個 也希望各位朋友不要再做 無端的 就這樣 對 爸爸就是有猜對兇手嗎 爸爸有沒有猜對兇手 我只能說我爸爸通常都是 反指標啦 那有沒有猜對 我就等第三季出來 我們才會知道 那我覺得第三季 所有的角色都會有一些翻轉 然後所有的角色也都會有一些 讓人家意想不到的一些劇情 所以第三季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你事實上有跟家人透露過雙手 這方面的問題嗎 只有我太太知道 但是他又忘了 舒奇哥認為誠哥不夠力 不是我們這也是按照劇本在走的 所以這也不是誠哥不夠力 我也是就是那個拿錢辦事嘛 對對對 羅志祥也有發文說 你覺得可能是景觀 唉我就說不要多做一些無端的猜測嘛 也是好的啦 就是大家可以多討論一下 你有看到憋不住的時候嗎 這個答案 你是說尿急的時候 憋不住沒有啦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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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我拍完戲我都還不知道兇手 我那個劇本都沒看完就拍完 我那個時候在拍的時候呢 知道兇手是他的時候呢 我自己就覺得說 哇小杜哥做這個劇本編排上是很厲害的 爸爸的名字沒有下 爸爸有難過生肌抗議嗎 沒有沒有 因為可能有還是有很多美女朋友 沒有來過我們店 因為這個美麗醬這個事件 我爸爸也強硬的在店裡面 加了幾道料理 非常非常傳統的那種炸雞 他就會把它改名叫 楊德雞這樣 我覺得他一定要跟我媽媽 拼拼一下 不能失去這個焦點 我有在過年的時候想說 有朋友來家裡玩嘛 然後想說等朋友喝得很醉的時候 偷偷告訴他 然後明天他就會忘記這樣 但我還是不敢冒這個血 因為我怕他沒有忘記 那你怎麼有想過 爸爸喝很醉的時候 你真的要講一下 他不是會忘記的人 他是會喝最後講出答案的人 對所以這比較危險 我跟欣如我們都已經第四次合作了 其實我們真的是 在合作上面是很有默契 但我也覺得林欣如是不是有一點 我覺得他很故意耶 這部戲是我追林欣如第四次了 都是我在追他 然後都沒追到的人 所以我覺得林欣如是很故意的 吃什麼 吃一下豆腐 我哪有吃豆腐 就是用一種眼神 吃人家豆腐而已 還好飽 對啊 他就是很故意 他就是很故意啊 他就是很故意啊 有剛才說 下一個部戲我們在合作 我一定要飽到人 欸我不敢做這個話 演藝圈裡面的幾位姐喔 真的都不好惹 因為像我記得 我有一次跟蘇琪拍的時候 也是要賞我巴掌 就可能是那個 馮先生在旁邊盯場 所以那個蘇琪那一巴掌 是很扎實的 就是打到那個紅島在旁邊 看到都傻眼的那種 所以就是這些姐們 不要惹他們 所以蘇琪目前是 打你打最大的令人嗎 那就是這樣子的表情嗎 對 那你那時候 那個昔如打的結局的時候 你有看到過天華的表情嗎 在外人面前 還是要裝得很鎮定的啦 回家我是不知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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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